在飞鸡上的背景上 你本身在飞鸡上的空间 你本身在飞鸡上的影响 今天算起应该是我来伦敦四年半 我在深圳長大 然後在高中最後一年 也試著就抱了一下深馬丁 育科一年之後呢 就進了深馬丁女裝 然後我就順利伸展了這樣三年下來 女性的旅行是最多的 所有的通道路上的售價 而女性的標準是很高的 我們可能有兩千項領域 四十多項項項項 大一其實下半年和暑假 還有大二上第一個學期 這一段時間裡面 在Craig Green和J.J.Venderson實習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是蠻 非常緊湊的一個這幾個月 幾個月下來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回學校之後 就突然間覺得有點不適應了 因為我就比較想做東西 可是學校的schedule 學校的課程表的安排 我覺得速度會有一點點慢了 所以搭耳的時候就開始先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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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很深刻 所以說品牌也沒有成 就只是續支 他在我來英國的時候 給我寫了一個字 然後送給我 那個字就是蛋子 是我的英文名蛋 然後也同時運意著 我覺得我很相信的一種精神 就是我覺得 很多東西就是比較subtle 比較隱晦 比較清淡 那樣的東西也能擁有很多的力量 就是這個系列呢 是靈感來源於一部電影 叫Science of Sleep 它講的是一個法國男孩 然後他一邊做夢 半夢半醒 然後生活也是一般都是夢 一般都是醒著 然後分不清楚界線 所以他和他的鄰居 Stephanie 他們兩個他很喜歡這個女孩 所以整個故事都是 以他們兩個看 融為一體的一個靈感 所以我們想要塑造一個形象 就是一個很鄰家的法國少年 穿上的東西都是很普通的外套 很普通的襯衫 很普通的褲子 很普通的繁殖的羊毛衫 和裙子 但全部都是很奇怪的面料 然後所以我們就決定 把所有東西都很講 像一本相機一樣 可是這本相機是舊的相機 所以有柔皺的這種效果 然後看起來像是皺的 可是你摸上去其實不行的 然後把這種效果 傳達到平面上面去 然後我們也在窗中 隱瞞了一個小故事 就是一個天空的圖片 從剛開始是折起來的 隨著故事一直發展 它最後就會變成一個 完整的一個柔皺的一個天空的圖片 其實我覺得這個主題 很硬這個主題的一個效果 這個主題是我們整個系列 也是artificial reality 就是試真可是卻是假的感覺 我們可以決定寫書 我們從3到4個小時 我現在設計的事情 我已經全部交給TR刷 我現在已經進入銷售狀態了 我現在已經進入銷售狀態了 我現在是在剷裙下的 把這個連銷售都在工程上 在一個中間下面的領域 有些有關的全部都在鑊 Europe 那邊都在那邊做好 你如果在那邊還做到那邊的話 ... 就很速呀 女士 所有人都都這麼瘋了 十六個月後 當時我們已經在製作人 今天事件都在賣店 然后你帮助我们进入LV Image的价格 然后你帮助我们进入WUMOCK的价格 什么东西? 我会说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组织 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额额 但是... 第一次听到LV Image的价格 给我们 通知我们入围23场之后 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我觉得这是 对我们所有手作面料 我们所相信的食品 最大的一个肯定和支持 那WINTER,Coreolography 这些都是Fashion Hero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给了几秒钟真的就给了很多建议 是让我们会想很久很久的一个建议 我的角色是两个角色 我觉得不仅是一个Fashion Designer 也是一个Businessman 可是我都在想着我真正的Hero 可能是Christopher Bale 我觉得 作为一个CEO 作为一个几百年的牌子的CEO 他在幕后能够做的事情 是看不到的 可是你能享受不到 你管这么小的一个品牌 都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我不能想像 到他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如何在两个工作之中 转换身份 他如何能够两者兼得 因为你真正经历的时候 你的困难遇到的会完全不一样 是假想 也是想不到的 比如说生产怎么做 比如说现金没了怎么办 我好像总体现这个世界 但是这些困难是 你想象 你如果想象才有多可怕 因为有个结局 一起你在那里 在那里摆 刚刚是只对 Business感情 然后 来到了士马丁的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觉得是从 那个方面的我 立马转到 Creative的我 可是这个转变也太大 就像一个钟摇摆一样 绑在另一边的时候 摆得太过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是在往中间走的一个过程 就是很多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是个很好的挑战 比如说现金 比如说团队的配置不够专业 不够完全 很多东西做的不够好 还有就是我们的设计 可能密不到所有的Market 那这种问题 等任何的一个服装公司 到了你一定的Scale 或者阶段的时候 他都会要面临这种问题 那我们可能比别人更早 遇到这个问题 那就看我们怎么应对 应对得好的话 那我们实际会很好 Daniel was working on his collection for himself a lot of the time when he was when he was here from our point of view we wanted him to do his college work so sometimes you know it wasn't always so easy but he was determined you know and it's great that he's been successful 我认识续知 有蛮长时间了 那个时候 他跟现在的妆还不太一样 虽然现在很帅 但那个时候 他是会穿 black suit 就很帅气的 然后也是会去夜店 然后也爱唱歌 就是很多女孩子 喜欢那种类型的帅哥 大帅哥的那种类型 like the technique the technique is so special and unique and I've never seen this kind of the styles before so last season I sewed his collection at the showroom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it and placed the order I think you know when we look for a new designer we look at a few things obviously the product the design is the most important but beyond that it's all about craftsmanship fabric as well as the storytelling but I think you know he stayed true to his aesthetic so for me you know he ticked all the boxes and we were really excited to be able to to launch him at Lane Crawford 看起来 the style game it's always real and we lost true seas 我认识了 i don't know the reality how to me 之后 to começar in fact in fact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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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骂人 而且也不是带脏话 就是说我觉得你的工作有失职 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你没有做好 要是你再计划的好一点 或是你要是再安排的好一点 执行的好一点 管理的好一点 就 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可是有时候是我的错误 可是我要把这句话发给他 他也会懂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工作室 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键 然后我记得看到第一个衣服 第一个衣服的衣服 然后我记得那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的部会 还是比较划算的 就是 不会哭的 不会闹也不会喝酒 就是会去想这么解决问题 我觉得他很让人心定义我 我很相信他 他也很相信我 所以 不过都是工作吗 就是在坏远的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伦敦的氛围还是很好 我觉得很适合去做设计 因为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在伦敦你比较 竞争比较激烈一点 你要去巴黎 你要在伦敦 你面对的所有牌子 别人是把你放在和 甚至迪沃 甚至LV这样的品牌一起的 那他 比如说买手在买你货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来权衡的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非常的 体会到自己的不足 和设计的不够 所以这种饥饿感其实挺好的 这种饥饿感是伦敦能够非常带给你的一个 一个饥饿感 而且伦敦的物价很高 所以你不得不压低你的成本 而像比如说 现在这工作室这么乱这么小 但是这是你申请的唯一办法 所以很多这种东西会让你 会把我尽量的往慢拉 Keep me grounded in a way 从毕业之后回到国内 遇到真的太多问题了 我一开始连找工作室都找不到 人也找不到 板事找不到 央艺事找不到 什么东西都没有 更不要出去找一个很好的工厂 可以配合我一起做很棒的事 什么东西都没有 因为我们都在国外非常多年 五六年这样的时间 对国内现在的环境 跟resource 跟资源 我们都太不清楚 所以我经历了还蛮痛苦的一段时间 overcome 到现在 背景伦敦的一切 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回到家 所有东西就是我的 那所有 包括这个公司 这个团队 全部都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那在上海 那是真的就是故障 所以说 家人也在那边 有很多朋友也在那边 那 那是另外一个氛围 但我觉得 目前这个阶段 其实你让我真正的选择 是非常难选择 其中的一个城市的 如果说你品牌发展得好 你很多时候可能会忘掉自己的地位 和忘掉你自己的身份 和忘掉你自己该在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每次回伦敦 都能够让我想起来 全部都要自己来了 因为讲回来之后呢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 我们搬了一个新的studio 而且之后很碰巧的是 我们搬进了 J.Bresson在这段楼里面 第一个studio 所以感觉LV是 其实反而像一个据点一样 就是一年的工作做一个结尾 然后我们之前是一个很 很赶很赶的状态 在一个个系列做 然后后来LV回来之后 有段时间就开始 重新审视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也开始有很多 新的工作体系 开始很明确地分工 然后开始很明确地做 就是很明确地做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日程表 然后每个人就 做一个工作的项目 就是我觉得 嗯 毕竟是奢侈品 奢侈品一定要有一个 多于普通衣服的东西 我觉得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情感 我设计 在给一个女性的形象 从精神角度来讲 完全就是我妈妈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但她是一个 她是个很温柔的女人 但是又 嗯 很有力量 就是妈妈以前也做衣服 所以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做衣服 然后 那看久了 自己就也开始做东西 然后就开始跟做 乐观的东西 Fashion也是个Fantasy 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任何一个形式的Visual Art 都是Fantasy 那你所创造的一个空间 一定是跟创作者好的东西 一定是跟创作者 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的 无论它是真的是假的 它是情绪一定是真的 它想表达的情绪一定是真的 所以在这种Fantasy下 比较容易 投入吧 我觉得现实反而没那么真实 我觉得Fashion 永远都是个Fantasy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创作过程永远都是个Fantasy 在这种Fan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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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种Fantasy